Miradio独立付费节目 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所以我心想这场是用3号的会议资成做胆 绝对是可以买WinPay的 因为10倍实在太高 当然明天我估计都没有的应该 不过如果相对有美丽满载Mirpay的时候 那潘顿这些时候特别兴臣 十倍留下一定有的 有这些资格是可以买WinPay的 配角是4号的加州福星 5号的美丽满载 7号的新强勇俊 6号的黄龙大将 所以综合来说 九胆拖2号、3号、6号和14号 九胆拖2、3、6、14号 那4号大家又是自己到时 如果你看到临墙或马晨泰各样 形势相对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4号大家都要想想想的 他这个时候也要跑第4号 就是13号拖1、5、7、11 3、4重拖1、5、7、11、13 如果這場十三號跑出來就好睡 到時可能有十倍都未定 當然臨場大家也可以看看威進駒 其實威進駒和他,我都喜歡 兩隻都可以做膽的,基本上是 身體力行,隔空發功,玉敏踩場 現在同尾,否釋政治 第二次 其實現在鄭若驊出來解釋 他以為很有趣,說得很清楚 有幾個四… 即是二交情,還有四個部分 第一,先要由申請二交的一方 提供… 即是二交人所犯的罪行的資料 事實證據 然後律政司去看 然後再由特首啟動二交的機制 啟動之後,這些相關的資料送到法庭 法庭有個審訊,其實他這個說法是錯的 那不是一個審訊,只是一個寧訊 尷尬你,最後沒有… 原告是… 就是那個… 原告是誰… 被告是誰… 被告就是那個… 那不是被告來的嗎?大哥 那個是人… 對方… 即是說,申請移交的一方 需要你移交的人 他給你的資料就是這麼多 那些犯罪的事實 他去到法庭的事實 就由法庭去做一個裁決 根據那些事實 那就真是大混亂了 是嗎? 他叫他可以請律師的 那你控方是誰? 律政司 是… 那你代他罵,你想想他去控… 是… 你老美呀… 喂,你同樣的司法制度 或者大家都有普通法庭,他就OK 是… 是嗎? 但現在是兩套不同的法制 你怎樣檢視他給你的事實和證據 以及他容許那種司法制度 兩種法制的舉證方式完全不同 他拘押人的制度 拘留 所有這些… 人生保護力 或者取證 所有都不同的 你老美呀,他有酷刑,你老美 是嗎? 他可以屈打成招 他也是 他有很多東西的 可以是,對嗎? 所以這個… 其實大家都說不到核心的問題 其實他不說而已 是嗎? 你正如說,不用怕 政治犯不移交 你怎麼政治犯不移交 他明白的,暗記也不移交 你怎麼叫暗呢? 暗的意思是說 哦,他是包裝的罪名 其實他是政治犯來的 那你怎麼知道呢? 你怎麼知道他是政治犯人 而他包裝的罪名呢? 是他自己才知道的嘛 那你不肯相信他 你相信舉證的一方 那你抱起了一個調查宅 就是這樣 你想想,你加入了這個案子 哎呀,這個真是… 你看回從97年到現在 不要說97年到現在 你從中共見證到現在 70年 他那個司法制度有什麼改變呢? 就是在保障人權那裡 五次司法改革 五次 你不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場 說話,對吧? 你還要笑香港人滑梯 可笑,我屌你了,你真是… 你說行就行的了 就是你說行,我們說不能行的,對吧? 很簡單的邏輯 現在不僅說我們不行 外國也說不行,大哥 英國總領先說吧 美國國會,那怎麼辦? 外國不要說三道四 沒有人跟他賣亦談判,笨賊 對不對? 你真是… 你現在看到形勢很清楚 反對聲音那麼強烈 如果你說只是反對派在反對 那你都說,他為反對 如我來的 如你了,你為反對而反對 你最初你看他們說話都很囂張 說你為反對而反對 林鄭月娥上星期才在說 你怎麼唱衰香港 怎麼唱衰香港 其實他那天不是罵朱凱迪的 你知道嗎?他是罵陳芳安生的 罵他姐姐的 你明白嗎? 你這個真是… 你什麼欺師滅祖 跟黃楊打架一樣 你吵你了,後來你是… 你是吵架… 你吵架你姐姐,你知道嗎? 吵架提攜你的人,當年 吵你了,真是… 是不是? 其實他是罵他而已 朱凱迪問你問題 怎麼唱衰香港呢? 是啊 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為何立法會質疑你 你怎麼叫唱衰香港 所有質疑政府的 在香港都叫唱衰香港 其實他在說陳芳安生 所以朱凱迪被他說唱衰香港 而且他還一直都唱衰香港 叫你去哪裡唱衰香港 是不是? 現在… 林鄭月娥會不會走出來 又在說 這個唱衰香港 那個唱衰香港 這個禮一定不會撤回 一定去的 是不是? 他也要看形勢 我覺得他是踢到鐵板的 你知道嗎? 很嚴重 但是我有一個說法 即是民主派一個說法 我是極端反感的 他說這條逃犯條例比23條 那即是… 你屌你了嗎? 如果有得交換的話 那你就要23條 你要23條 不要這條 我屌你了 你這群人真是 我屌你了 你這群人真是 你這群人真是混蛋 這是一個瀑布 你不可以說這句 你可以用很多理由 反對這個逃犯條例 收定案 你不可以說他比23條更厲害 不可以這樣說 所有惡法都是防香港人權的 很緊 逃犯條例收定案 不可以接受 23條不接受 很清楚的嘛 23條比逃犯條例更嚴重 你老美 你起碼都要讓他說你犯罪才行 對嗎? 即是我們有一點點強硬來的 他說我犯了國犯 現在麻煩你遷犯他 那我沒有在他那裡犯罪 我只是香港犯罪而已 但香港不算犯罪 對嗎? 這個就不是 這個就是用他那個所謂 雙重犯罪的 我便沒有違反 我不是兩邊雙重犯罪 我在香港 又有了23條就是了 煽動肩覆國家 就不用移回大陸了 有了23條在香港就已經坐藍了 你老美 等你那群傻瓜 說這個逃犯修訂條例比23條更嚴重 你都陰毒了 你想他拘捕我 你老美 真是 你那群傻瓜 你那群傻瓜 是不是 你反對就反對 你為何要用23條來給 其實23條跟逃犯條例修訂案一樣 是一個半數就通過了 就不是在你們選舉期間就說 屌你了 你仇住啊 三分之一啊 是不是 關鍵一席 關鍵一席 屌你了 關鍵缺席 結果變了 屌你了 這種楊岳橋 屌你了 我罵到他 罵到他不做議員為止 屌你了 不要這個傻瓜 垃圾 好微好茅屌你了 根本是垃圾 他不提起那個動議 自己在樓上打飛機 我就已經很懶惰你了 這個人已經判了他死亡了 判了他死刑 垃圾 什麼叫逃犯條例修訂 我比23條更猛 你告訴我 一樣那麼猛 你可以說 總之所有妨礙香港人權的法律 你一定要頂住 然後不可以讓他立 全土必爭 就是這樣 就不是可以做比較 強調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草案 比23條更兇狠 你真是屌你了 那時候不用50萬人上街 屌你了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我一萬人上街 反對23條是50萬人 屌你了 那這些賊的全都忘記了 喂 最近他們的姿態 為什麼這麼高 屌你了 又快要選舉 又是 頭上要有光環 政治光環 是嗎 包括你佔中九子 屌你了 每天都哭哭哭 所有泛民的媒體 無論是新媒體 舊媒體 普天蓋地 幫這九個人製造光環 開閒話力 是嗎 包括眾新聞 立場 屌你了 全都在開行機器 將他們塑造成為 屌你了 為香港民主運動 獻身的屌你了 屌你了 然後政治犯 你真是甚麼人自犯 屌你了 屌你了 有機會坐牢 是嗎 這是你求人得人 我又不需要同情你 但我又不會貶低你 OK 對不對 但我希望你其他 民主派的媒體 屌你了 你自己瞞心自問 你有沒有用相同的標準 去對待那些 旺角 警民衝突 然後被人家吊了 邏輯暴動罪 然後判刑五年 七年 六年的這些人 你有沒有相同的標準 更何況 泛民主派 當初發生旺角事件的時候 全部幫他們吊了 你不要劃清界線割蓆 我自己在立法會 親身經歷 你這幫混蛋 你現在 為這九個人 你有沒有頭上去製造肛環 又說要坐一年 我告訴你 你不用坐一年 就輸到了 明天就判了 明天判刑 明天是不是判刑呢 明天定你罪而已 也沒有罪而已 也沒有判刑 是嗎 要不要先說定呢 那天天在這裡 其實又是一個目的 又是為了選舉 是嗎 李戴耀廷要搞區議會 風雲戰士 風雲計劃 又是選舉 接下來的泛民就說 他們要坐牢 我們一定要贏 那樣 有關鍵 我現在幫你講完 我一定是說中的 我現在幫你講完 幫你媽媽講完 說到最後 又是為了選舉 陳建文教授 我跟他有私願 所以在這件事 我不會說他所說的 其實不是我真的跟他有私願 是他批刀我 我落選他 很高的 好像梁振英 沒得做一件事 值得高的 有什麼值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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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就不會出過 臉書 有什麼高興 得過 你有沒有陳建文要坐牢 我不會像你那麼糟糕 你明白嗎 現在就在扮謊 當然可以騙很多人 但是騙不到年輕人 騙不到耳聰目明的人 你基本上是壞人 你心術不正 你在Facebook上出的那段帖子 就不是因為你痛恨我 而是你要維護泛民主派 當時 你就打擊我 那你怎麼打擊到我 多輕鬆 我輸了400票 現在三年了 我屌你 你見過我 我死了嗎 屌你 老美 真是 一些馬仔 發發 不是說這些 那我現在有什麼事 我不是一樣有地盤寫稿 一樣有地盤在唱 所謂屌人 是不是 我一樣可以屌咬你 是不是 但是在這件事上 我不會評論你陳建文的所作所為 是不是 你的臉有嘴咒的我 我又跟你有思緣 要是你先撩我 是嗎 你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垃圾 就等於我在你心目中是垃圾 那樣 大家給予一次給予一次 OK 已經分歧了 你們要離開 屌你 別人要留 你為甚麼要香港民主 屌你 我真的 我說完這些網台 排山倒開攻擊我 歡迎屌你 屌你 my still here 屌你 屌你